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东务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的重要的国际新闻 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 美国在当地时间的礼拜天的深夜之中 美国国会终于那么谈判通过了将近900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方案 这是这上个礼拜大家每日都引紧期盼 看什么时候的案子会通过 什么时候钱会拨得下来 会让美国的这些受到新冠病毒受重创的这些企业 他们也能够得到一些缓解 那么本来在上个礼拜几乎会谈成 但是上个礼拜四 美国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Tumay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案子 新的案子他说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规定 限制美国联准会不得 因为对一些企业紧急贷款 紧急的信贷 那么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个民主党就反对呀 那你这个限制限制这个等于限制将来拜登政府上来上台以后 他一些权力啊 那共和党呢 当然是觉得你想共和党是主张小政府 所以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跟民主党是不一样啊 所以他觉得这个联准会也不应该有扩大这样的权力 然后怎么样的那么又又又延长过去的纾困就紧急贷款等等 但是后来终于这方面达成了一些妥协 双方在文字上做法上各让了一步 所以这才有后来9000亿经济振兴方案的案子通过 那9000亿的这个经济振兴方案呢 是比3月份2.2兆的 那么这就稍微略小一点 但也是史上的第二大就大笔的金钱洒下来 3月份的时候呢 那些方案呢 是每人直接不为你1200块美金 那这一次呢 少了一半 那是600美元 就是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的 那么不住你直接600美元拨断账户 那么已经结婚的 已婚的夫妇呢 是1200美元 那么这些夫妇他有被 他有抚养人口嘛 那你被抚养的人口呢 那么也可以的小孩 也可以是600美元 直接拨给你啊 那么失业保险的这个钱呢 那么每人每周啊 你失业的话可以领 从那个方案里面 可以拿到300块钱 这种块钱呢 一直到2021年3月 那么另外呢 他有130亿美元 匡列出来做各种食物的补助啊 那么有很多的食物 粮票嘛 食物的补助 那么250亿美元呢 做联邦的这种补助租屋啊 等等 820亿美元 补助给各级学校啊 大学啊 做各种个别的辅导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学生呢 因为受过病毒的影响 他的这个学业落后了 那需要个别的辅导 2840亿美元呢 是用来延续 中小企业提供 为中小企业提供的 薪资保护贷款计划 啊 本来三月份本来就有 但是那个也快到齐了 现在这延续呢 三月份那个纾困方案的后面的所谓叫薪资保护贷款计划 那就是说 那么薪资保护 就是你的工资 如果政府能够付掉一大部分的话 那么企业 企业主就可以不必裁员了 可以保住你的位置啊 啊 以免到时候经济复苏的时候 临时在找人嘛 啊 对象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现在呢 薪资保护贷款计划呢 又可以扩大 适用的对象扩大到非盈利事业 地方报纸 电台 电视台啊 等等 他这个整个这样子出来 那么 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又注意到说 哎 他其实还匡列了20亿美元 给一些小的电信公司 作为换掉华为和中兴的 这个电脑设备的 那些经费 因为美国不跟中国大陆 在打 在打科技战吗 那么要求你要封杀到华为啊 封杀到中兴啊 那很多企业 他用了他们的设备 你要换掉 那你要给钱啊 啊 所以他匡列钱 补助你换掉这些部分 所以他你看 他这里有这样 有这样的一个 经济振兴方案 但是呢 他过去的 对跟中国大陆的 那种这个科技战的 依然没有少歇啊 依然可以在 在他的这个方案里面 可以看得到延续 第二个呢 我们就把重点转到欧洲 欧洲现在的新冠病毒 变得非常严重 啊 又一波新的一波 更严重 更重要是英国那边 发现新的病株啊 他的新的病株 就是你 COVID-19 那个新的变种 这变种 他的传染力啊 比这个COVID-19 更增加了70% 所以在21号的时候呢 英国通报 那么当天呢 他确诊是 35,928人 单日 创了单日的新高 但是新高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看似非常严重啊 美国 呃 那然后这个英国首相呢 Johnson就不行了 可能要重新再封城啊 现在封城 所以他的政策 又完全的转变 转变 本来有五天的 耶旦泡泡 就是耶旦的 假期啊 让大家可以有集会啊 什么 那现在整个又取消了 取消了呢 那么他把这个 呃 这个升级啊 把这个 呃 防就防疫的升级 他升高到第四级 升高警戒 第四级警戒 他影响到 这个伦敦 以及英格兰 这个东南呢 方面 整个1640万人 1640万人呢 很看 眼看伦敦 这边就封城了 只有30万人呢 他们逃离伦敦 赶快搭车啊 什么 林敦免得被封在这边啊 那各国也看到 英国的情形非常严重啊 所以各国从包括爱尔兰啊 德国 法国 奥地利 荷兰 比利时 意大利等等 统统都禁止了英航来降落 后来欧盟呢 嗯 就跟礼拜一所宣布 总共前后有26个国家 对英国航空进行封锁 连法国也在讲 英法之间的货运啊 那么错过英吉利海峡的这个货运啊 那么也在 也也暂停48小时 所以港口呢 很多船没办法出去 货运没办法通 几乎都变成停车场 悬塞在那 对英国来讲 这叫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他跟这个欧盟呢 本来的过渡期 过渡期间就是在今年年底 新的英国跟这个欧盟单一市场啊 关税同盟啊 这新的一个贸易的关系 还谈不出来啊 还因为呃 鱼权的问题 英国的领海要开放多少 让欧洲的渔船能够捕鱼啊 那么来交换英国的渔货 能够进到欧洲的市场等等 那这一部分还卡关还没谈出来 大家就预期说 将来1月1号如果没谈出来 那你可以想见各种通关的这种混乱 多少的卡车会塞在路上 就现在因为新的这个病毒 又这么爆发起来 卡车就已经塞在路上 塞在路上 那这个一封锁以后呢 英国现在面临最大问题是粮食不够 很多的粮食 食物从欧洲大陆要进来 现在全卡在这 所以这个Burge Johnson 现在马上要看跟欧盟在谈 怎么解决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可另一方面呢 疫苗的消息 对吧 也开始要打了 疫苗开始打 那么于是你就发现呢 疫苗呢 那么开始 现在欧盟就考虑 我们怎么来分配疫苗 那么怎么怎么开始打 那么欧盟呢 开始向27个会员国 4亿1000万人口开始发放疫苗 开始发放疫苗 那德国从12月27号开始 慢慢打这个疫苗 那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么大规模的发送疫苗的分发 然后怎么注射这个疫苗 这其实对欧盟的团结 欧盟的行政能力 其实是个考验 是个考验 其实欧盟也用这个方法 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呢 很多欧盟内部人 可能也对欧盟的能力 欧盟的行政能力 效率等等 有所怀疑 那所以欧盟就要用这个方法呢 表示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团结 我们是有效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疫苗是德国的药厂 那么研发成功 但是德国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先拿到疫苗 德国还是透过欧盟整体 以欧盟为单位 跟药厂去谈判 然后从欧盟那边 再从分发疫苗 所以疫苗是从布鲁塞尔里面过来 并不是从德国国内 直接过来拿来用 所以德国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表示 我是能够强调大我 而不是只注重小我 我们要强调欧盟这个能力 虽然欧盟因为这样的决策比较慢 所以他打疫苗的速度 几乎比英国还慢 英国因为比较快 可是呢 德国用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证明说 欧盟他的后勤 那行政能力很厉害 亚洲方面 谁先拿到呢 新加坡 亚洲方面 辉瑞的疫苗 首批到亚洲国家 是到新加坡 礼拜一晚上七点半 运到正义机场 所以新加坡也开始在打 中国大陆那边呢 也希望在过年以前 能够打到5000万人的这个疫苗 中国大陆也在打 那么外国的疫苗 到亚洲来 新加坡先来 好 你看到各国的疫苗外交 或疫苗竞赛 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第三个新闻 我们就看到外交 我们看到虽然说 今天英国因为他 因为脱欧的 这个跟着欧洲 欧盟在谈 他的最后的这个贸易协定 卡住了 以及他 这个新冠病毒是很严重 可是他在外交上 仍然充满了企图心 他也在为脱欧之后 英国在外交 当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做一个筹谋 所以这上个礼拜呢 我们就看到英国外相 Rob 他的中文名字叫 蓝韬文 那么大陆上叫 拉布 Rob 那么蓝韬文呢 到印度访问了三天 12月15号 在印度的时候 他跟印度外长苏杰生啊 有会谈 而且共同了记者会 记者会呢 那么英国就明白表示 英国的政策呢 将向印太方面起携 明年英国的航空母舰 要到印太 而且也跟印度呢 签了为期十年 360度的路线图 来提升他的方案 双方强调经贸合作 科技合作 国防合作 然后呢 更重要是他主要为 Johnson首相呢 下个月 就是一月要访问印度 要参加印度的国庆 啊 那你就参加印度国庆 更表示要拉 拉着印度呢 Johnson表示 要拉着印度呢 那么进入到新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架构 因为Johnson呢 那么英国是这个G7 七个工业 七大工业国的轮值主席嘛 那么Johnson就讲了 那么他们唐宁杰时候发表 要邀请印度 澳洲和南韩 将G7呢 变成民主十国 D10 本来是G7 就是七大工业国 现在变成民主十国 那联合民主十国 这表示英国在国际外交上 还是有企图心 那主要对抗谁呢 当然还是以中国大陆为加强敌 遏制中国大陆 所以从G7到D10 这是英国他的新的一个外交布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么兰桃文到了印度 然后我们再看下个月 Johnson到印度以后 可以看到新的英国外交的一个成型 当然贸易上两个人非常重要 英国脱欧了 他需要新找贸易伙伴 印度没有加入RCEP 他也需要找新的贸易伙伴 所以这也是两人加两个国家 加强关系的一个背景 所以大概上个礼拜三大块的新闻 大概就为您分析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订И 您好发声 部分太岳 懂得ams 舍空